在他14個月的路途當中 能夠改變我的其實並不多 因為它是我人生的養分 它改變我的它只是讓我成長 也許你會說成長就是一種改變 回來之後你受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衝擊 以一個很現實面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都必須去認識一下中國 去了解那塊土地 就站在經濟面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是離台灣最近的一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 兩年前的這段旅程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蠻大的轉捩點 那我現在也不斷努力的朝著舞台 朝著表演藝術繼續努力 那去年呢我和黃岐也一起參與了上海國際藝術節 那我們有共同的創作 很幸運的我們完成了這一次的演出 回到台灣我就會想要去了解更多關於自己身上有關中華文化的部分 那我覺得在我生活裡面我看待我做到環境我生活的城市台北 我生活的地方台灣也有更不一樣的眼光 然後讓我覺得更珍惜我自己的家鄉 有時候他常常會說我是開啟工作模式 因為有時候在紀錄的時候就是 有點像是那種工作狀況 那其實有工作有旅行然後也有生活 那因為是生活 然後其實我們在那邊也有愛的結晶 我們也打算把它綽號叫小哈尼 就是我們這次旅行去的少數民族 他們是哈尼族人 對也希望到時候他可以繼續陪我們一起創意尤中華 參加創意尤中華中間還有一個在金山的workshop 就是讓我們學習如何去拍紀錄片 或者是用紀錄片的觀點去觀察 就是看一個城市 這個workshop最重要也不是說你拍到了什麼樣的影像 我覺得是學習到的是說你怎麼看一個事情的角度 如果人生中有那麼一次是可以不計一切 有人在背後奧援你 我想那會是讓所有人在這個時候 學習如何知福喜福的時候 大家現在應該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下這個世界 你會看到很多他們有的 然後我們沒有的 很真實的去感受那一段歷史 看到很多人在他們不一樣的環境中自己在那邊生活 在那邊看到很多就是發展的機會 我覺得我完成了一個中國版的on the road 出發前完全沒有想到會發生的改變 改變了很多旅行的方式跟一些互動的元素 其實台灣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更有上的 會真正的找到自己的認同 字幕志愿者 見到不建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